性愿坚固的人,临终时,若无人助念,可否决定往生? 临终之时,痛苦昏沉,而且刹那影响往生之重。 如果内心颠倒,或受恶缘干扰,就会妨害往生。 仅仁助念,则可预防这两种情况发生,但是助念组织并非到处都有,所以建立佛化家庭及广结静元,是平日必备的功课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是幻生的,还是真的呢?有存在的实体吗? 如果以真如来解释,西方极乐世界,无始无终,不争不减,舍此亡彼,非有生灭,怎能说是虚幻呢? 如果以色身来解释,怀疑西方极乐世界是假的, 然而,生在这娑婆世界,是四大与五蕴甲合而成的身体, 真正探究起来,这躯壳其实皆无实体,怎么却反而误认为这身体是真的呢? 念佛时,是否需要技术呢? 技术是很好的方法,一能收心,二能预防退转。 念佛时,脏腹感觉清凉或温暖,不知是极还是胸? 佛是修心,转凡夫有肉的八式,为佛的四智,四大甲合之身, 偶尽感到冷暖或一时呼吸变化,与其胸无关,不必着想。 有时做梦梦见,诵经念佛,一字一句,分明在心,毫无杂念。 清净的境界,是平常所没有的。 有时,还明知是梦中念佛,甚至希望继续持念下去,不愿醒来。 这是好的梦境吗? 梦中如果能常念佛,不限其他境界,是见能专一的现象。 梦中念佛当然好,但如果能醒来时,能静念相继,那就更好了。 进途法门以外的经典,大都没有课颂,只做参考,这样可以吗? 修行贵在专一,参考经典不妨广博学习,修持不专一,难以有成就,研究经典不广博,恐难以明了真理。 课颂经典时,常会遇到小孩吵闹,无法专心,因而起烦恼,课颂完毕后,就处罚小孩,这样,是否会种下不善的因地? 但,如果不处罚小孩,任由他吵闹,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善,但内心却动恶,也不算是禁念。 请问,这时该怎么办呢? 念佛本来能断除无名烦恼,只因心念不专一,反而更烦恼,就好像阴暗的月亮,覆盖着黑云,实在使不得。 做完功课后,处罚子女,使他规矩,自然是出于善意,并非恶心,但应该恩威并施,内心不可真的发怒。 子女不守规矩,是自己家教不言所致,也是自己招来的障碍,当发惭愧心而自责。 能够这样想,就能调伏心性了。 若有两个人,一个人专一念佛,另一个人兼参念佛是谁? 如果两个人的信愿相同,那谁往生教有把握呢? 参念佛是谁?注重的是靠自力求生极乐世界, 专一持名念佛,注重的是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,待业往生。 这二人的信愿,其实是不同的。 晚上睡觉时,常常在梦中念佛,而被惊醒,这是什么原因呢? 梦中能够念佛,是心念逐渐专一的好现象。 念佛时,有时会回忆起数年前从未回忆的事情,这是什么原因呢? 若念佛功夫生,杂念就会减少,种子偶尔起现行,就容易察觉过去的事情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